甘蔗种植技术 1. 禁种催芽 种植甘蔗时可以采取禁种的方法提高种苗的催芽率 将生长健康的种苗放入清水中浸泡1至2小时的时间 或者将其放入石灰水中浸泡24小时 就可以消灭种苗表面附着的病菌促使其发芽 2. 离在定植、禁种处理后 要将甘蔗种苗以1.2米的行距栽种在疏松透气 排水性良好的土壤中 栽种后要压实根部的土壤避免植株倒敷 并且要为甘蔗浇灌一次透水 让植株更好的适应栽种环境 3. 后期管理 等待甘蔗种苗恢复生长后 要每隔2月松土除草一次 避免杂草和种苗争夺养分 而且苗气温度要保持在20至25度之间促进幼苗的生长 如果甘蔗进入了成熟期 要将温度降至13度 有利于糖分的累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